HELLO 歡迎一起玩具又來到我們的玩具爭相 我是飛揚 我是莎達 今年五月呢在 Star Wars Celebration 星星大戰慶典中呢 由 Jazzware 所公布的一個新系列叫做 Micro Galaxy Squadron 星星大戰銀河中隊 沒錯 那其實這類型的維修玩具呢 最流行的時候是在 1980 到 1990 年代 在那個年代呢 由 Micro Machine 所推出的各式各樣的維修玩具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流行 即使到現在還有非常多的同好在收集相關的玩具這樣子 那隨著時代的變化呢 維修玩具已經不是市場上的主流了 孩子寶即使在幾年前想要嘗試的把 Micro Machine 所帶回來 不過呢當時並未受到一些玩家的青睞 那直到今年的五月由 Jazzware 所推出的 Micro Galaxy Squadron 星星大戰銀河中隊系列 才再次的獲得大家的討論 但是 Jazzware 品牌這個玩具呢 在台灣非常的稀少啊 跟日本的壓縮機一樣稀少是不是 所以呢就有我們為大家帶來 班 那我們今天來開哪一組呢 班 千年一 沒有錯啦 那這個千年一呢 其實是分類在 Micro Galaxy Squadron 它有一個所謂的 Assault 等級 那這個等級的載具呢 最特別就是它是唯一一款有聲光效果的玩具 對啊 非常非常吸引人 那我覺得也是所有的載具裡面啊最經典 沒錯 大家是要匕首的 匕首 這個真的是匕首管 其實我覺得吧 每一組都是匕首管的先講 那首先當然是來先看這個外觀的部分了啦 這次呢 Jazzware 是有觀景裝的 所以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載具以及它所附的微縮小人偶 對啊 然後呢它最下面有跟你說這個是0022號 這一版呢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它是在美國八月的時候是第一波販售的嘛 所以他們這邊有一個貼紙是這個 Lounge Edition 就是說首發商品啦 首播的啦 首播就是某啦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盒子右邊呢 是有寫出它燈光效果表現是在哪邊啦 嗯 那還有它左邊就是千年一的那個帥照 對啊 那還有背後呢就是簡單的教你一些玩法 不過玩法我們等一下教你 所以就不看了 開箱吧 來吧 開箱完成 這真的是超小超精緻 真的非常的漂亮 而且有沒有看到這個微縮人偶 還有一個小盒子放起來超可愛 超級可愛 我覺得真的是很酷耶 而且你看它的大小其實就跟手長大一點點而已耶 真的非常的適合入手 入手拿在手上的樣子 就可以拿著然後就可以好好這樣子看 超級讚耶 真的超級讚 會燙會燙 真的喔 真的是欸 手發好嗎 手發 亞洲手發 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呢 它其實整體是一個塗裝完成的這個造型之外呢 它當然有非常非常多的可動 那我們首先從外觀看到就是我們剛剛裝上去的這兩個 一個是這個雷達 然後跟它這個上面這個砲 可以旋轉可以抬起來之外呢 它的這個剩下方啊 就是它的這個起落架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起落架也是做的還蠻不錯的喔 對這個設計還不錯 它只是打開 它只是把它翻起來而已 對這樣子的話也比較不容易弄掉啊 對啊 真的 而且就上下還可以連動 所以我覺得其實還蠻可愛的 那整體上面的這個細節刻畫啊 真的算是 我覺得算是非常非常的好 對它跟那個Mission Fleet比起來呢 看起來就更精緻了 真的 因為它有把一些就是機砲啊 或是旁邊一些像主機板電路這種把它舊化之後 看起來就會更精緻 超級精緻 真的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它這個樓梯口啊 現在也是可以把它搬下來的 然後就可以用一個登鍵的那種之後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超級棒 超讚 那這一款呢除了外觀上面非常精緻之外呢 還有一點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它有內裝的部分 真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它打開來 沒錯 哇塞裡面也太細節了吧 真的 真的可以用這個微縮小人 可以模擬他們這樣從樓梯走上來啊 然後去下棋啊 去搬運啊 那種感覺 真的很像以前那種娃娃屋的概念 對啊 其實真的是超棒 雖然說 它裡面的這個結構構造跟你所謂的螢幕上面 並不是完全正確啦 不過我覺得該有都有 像貨倉的部分啊 然後還有甚至是這個可以躲藏人的這個小密室啊 它都是有做出來的 我覺得真的是超厲害 它這個躲藏人的小密室 太棒了吧 對然後還有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Chewbacca跟Luke在玩那個怪獸棋的那個地方 對我覺得它裡面那張啊 雖然沒有多餘的顏色 但是呢它還是有用銀器把他們那個下怪獸棋的桌子 把它凸顯出來 對啊 看起來真的很有質感 真的超級酷 那它的這個電池盒的部分呢 就是設計在這個引擎室的這個部分啦 那我們就來把它裝電池一下看看吧 好啊 好啦這樣這邊吃中完了 我秘密有一些包裝它 沒錯 那它的電池呢是需要三顆四號電池 對對對 其實也蠻容易裝的啦 就是把它簡單裝進去這樣子 幸好它的電池也是蠻通用的啦 就是一般家裡電視遙控器 或是冷氣遙控器的電池就夠了 真的 那馬上呢我們就來測試 首次起航 沒錯 超級酷 那因為它有講到就是說它這一支啊 它左晃右晃都會有不同的聲音 然後翻轉 然後前後都有不同的聲音 所以是按的時候要再做到 不用按不用按 所以基本上呢它就是你拿著有沒有 我們先把這個倉室蓋起來啦 我們先把這個倉室蓋起來 太酷了吧 這樣才有那種飛機的感覺有沒有 那它這次很酷的一個點呢就是呢 它這次的這個按鈕啊 它裡面可以按之外 它外面這個是可以接觸到裡面那個按鈕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開倉 還是說你今天是這個關倉的狀況之下 都可以玩它的這個音效 一樣嘛我們就給它開起來了 然後你左轉 超酷 我要翻囉 這個時候就要套美國隊長一句話 I can do this all day 真的 這可以玩一整天耶 哇塞 超級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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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的音效是會互相打結的 也就是說你一個動作做到一半的時候 你如果就馬上做下一個動作 前面那個音效還沒跑完 它就會直接跳下一個音效了 其實這樣也是蠻合理 其實很合理啦 對啊 但是就是在玩的時候 你就不能玩太快 你知道嗎 要慢慢飛 沒錯慢慢飛就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超級誇張耶 不管是它的可玩性啊 然後甚至是就是 這些細節的刻畫什麼 你看它這些側面這些都超漂亮 真的是超美 對啊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把人放進去 好啊 對啊 那這次附的四個人呢 就是包含有那個韓索羅 跟他的好夥伴Chewbacca 然後還有呢 Luke的師父Obi王 然後呢 還有莉亞公主啦 我們把人做進去之後 真的發現超級可愛 超可愛的 超級可愛 真的有一種大家一直在開飛機的感覺 對啊 真的是超Q耶 然後它這個關起來啊 其實你還是可以看到駕駛艙裡面的樣子 對 真的是超級讚耶 真的是微縮耶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它這個不同的玩法啊 我們再把人拿出來 然後呢 它其實還可以把人呢 放在裡面去玩 所以呢 我們可以讓Chewbacca 和韓索羅一起下棋 也可以讓莉亞公主呢 躲在艙室裡面 真的 而且它這個泡的這個艙啊 甚至是也可以放人進去做的喔 它也是有一個座椅在裡面 所以它這個細節上面啊 可以說真的是大滿足耶 一個小小的載具可以完成這樣 真的 真的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來今天的小小總結了啦 總結了啦 沒錯 那這次開這一組呢 應該算是Michael系列最大的一個載具 那它不管是它的可玩性啊 塗裝啊 甚至是刻畫的細節 我只覺得真的是 幾乎是做到快要滿分的一個地步 真的 其實呢 大家都知道 我們一直都沒有很喜歡玩具有聲光的效果 對 真的是因為呢 它的聲光通常會讓我們覺得很多魚 但是這次多了這些互動感真的是一級棒耶 對 其實以前討厭聲光是因為它還會有一些特殊的按鈕 然後它這些特殊按鈕呢 會影響到它本體的造型 對 不過它這一次呢在這一款上面呢 它所使用的按鈕就是這個排氣孔 這設計真的是我覺得超級棒耶 真的非常的用心 對啊 然後再加上它已經做了一些基本的一些舊化塗裝啊 可以說是讓那些比較不會手動去改造的一些玩家 你就不需要根本不用動 就已經達到一個 其實完成度非常高的一個玩具 沒錯 對啊 那當然是最香的部分當然就是它的體積了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不管那時候3.75的這個千年音 甚至是2008年也是3.75的更大版的千年音 然後還有模型 模型的話你還要花時間組裝 但是你以這樣子一個價錢 你就可以買到一個 其實以精緻度來說已經算相當高 可玩性又高 然後呢又可以互動的一個這樣子大小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像這樣類型的載具 通常呢都會讓人家覺得就是一個收藏擺飾 對啊 可是這次它是在做在這個micro系列裡面的話 多了這些小人偶 你就可以有那種互動感 對啊 所以就又回到那種可以演故事 然後又有載具可以用的那種感覺 真的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聲光真的是超級加分 你真的會想要拿著它就這樣子 咻咻咻咻飛來飛去 真的是可以玩一整天 真的 而且它這次的聲光設計呢 它有設計就是30秒 如果沒有按這按鈕 它就會自動把它關起來靜音模式 所以你看我現在沒有按它這樣子 你也不會有聲音 對 就真的是 不會浪費電 真的非常非常棒 我覺得以收藏來講 這支真的是一個必收款啦 那我們其他的這個micro galaxy squadron呢 我們就在另外一支下一集跟大家來分享了啦 然後呢如果你想要購買這系列的商品啊 請關注我們的粉專 臉書粉專 然後上面都會有一些連結 包含在下面資訊來 我們都會有表單下面有連結 只有在我們玩玩具 這一次我們是所謂的獨家販售 所以只有在這邊買的到喔 那喜歡我們的人 別忘記關注我們的臉書粉絲團啦 那如果想要看更多漂亮的照片的話 也可以追蹤我們的Instagram帳號 對 那如果你想要一起來討論這些玩具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LINE群喔 24小時都有人陪陪討論啦 隨時隨地都在推坑 真的 那我們更多的這個micro galaxy squadron系列呢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